您有过反复洗手 反复锁门 或是反复做其他一些事情的经历吗 您可知道 当您反复想一件事 或是反复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您可能患上了强迫症呢 那么强迫症究竟是怎么回事 怎样才能知道您是否患上了强迫症呢 别着急 本期《明依在线》 终于学博士后赵永后将做个演播室 和您一起聊聊强迫症的相关话题 欢迎收看 来《明依在线》寻健康良方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龙氏新闻频道 每天中午和您如约相见的《明依在线》 我是章鱼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来的嘉宾 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 他是来自黑龙江神志医院的中医学博士后 赵永后博士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您 有关于精神和心理方面疾病的这些话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短信平台 和赵博士一对一进行解答 好 首先来进一段短片 来看一下赵博士的简介 赵永后教授 主人医师 博士后 博士生导师 黑龙江省明中医 现任三级甲等中医装科医院 黑龙江神志医院院长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神志医院院长 黑龙江省精神心理卫生研究中心主任 赵博士精一理 重诊断 强辩症 后经典 创新性提出神志病体用学说理论 创立了中药联合用药 针灸调神醒脑 中药内服外贴等体用同质系列疗法 针对各类精神疾病不同的中医镇猴类型 研制出14种特色纯中药制剂 大大提升了中医药在精神疾病防治中的作用与优势 先后发表专业学术论文四十余篇 出版中医神志病学等专业著作三部 同时承担八部国家级神志病专业系列教材的总主编 牵头制定国家级行业标准 中医神志病临床诊疗指南 相继获黑龙江省中医药科技进步一等奖两项 黑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 国家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 欢迎您赵老师 主持人好 再次做客户敏博士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病症 大家可能在以前都很少听过 但是很常见叫强迫症 来看一下这个病例 刘某某男性35岁已婚 职业是农民 患者于前十年生活压力特别大 加上总是生气上火而发病 表现的状态是睡眠不好 入睡困难 总想不好的事情 控制不住的去想 他怀疑妻子变心了 但是妻子还不是这种人 并且对自己非常好 有一件事是这样的 说有一次叔叔让他帮助孕包米 他因为有事没有去成 他就认为叔叔对他有成见了 总想反复想这些事情 认为自己哪做得不好 哪做错什么了 叔叔也没有说这个事情 但是这种念头总是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他这种总有这种想法 是不是有强迫症的一些点 这个强迫症 我首先介绍一下什么叫强迫症 强迫症是这样一个观念 强迫症就是反复想一件事情 或者说动作或者思维意念等等 首先前提必须持续一个月以上 那么每天每周频繁的不低于出现 每天几十次 每周不低于四到五天 这样一个出现 这叫一个强迫症 那么强迫症性格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 追求完美 性格比较细腻 性格比较一种追求的一种 生活的洁癖的一个过程 另一点就是强迫症的人 追求学习比较好 他做什么事 别人做的东西 他一般分80%到90%情况下 他是不满意的 都要自己亲自去动手 或者亲自想 或者亲自意念 所以叫强迫症 那么强迫症在临床分了几大类的 一个强迫动作 像刚才这个就叫强迫思维 还有一些强迫意念 强迫等等一系列的物件 万物之事 这种情况在临床一个强迫症 那么强迫症在发作年龄 一般还是取决于青少年 青少年生活一个 从小生活一个教育一个生活方式 那么还有一个老年 所以说两头多 中年比较少 强迫症 还有一个大特点 就是说意识清楚 思维也不障碍 也是正常的 什么都明白 就是心脑不协调 什么叫心脑不协调 心里和脑子想的不是一致 不听的 他俩是不一致的 脑子非要去这么做 心里非要去这么做 他俩不协调 不一致了 这样导致一个 比方说 一人的洗手 每天是没完就没了 自己心里说 我不能洗了 不能控也控制不住 就是他心脑不协调 像他这事 往往都是用一点点事情 他疏说怎么去 就是没完没了就忘不掉 这就是一个强迫 一个思维的表现 赵永厚博士提示您 强迫症就是某一动作 思维或是意念 反复重复地进行 且持续时间一个月以上 频率每天不低于几十次 每周不低于四至五天 强迫症患者以性格细腻 追求完美 或是精神上有洁癖者都见 他还这样说 他说晚上睡不着觉 正好和你刚才说的症状 有些相同 说以前的事 就像放电影一样 自己在脑中闪现 无法打断 总感觉如果被打断了 就要从头到尾再想一遍 甚至想十几遍 他为此感到特别痛苦 而且在外打工期间 由于身体特别劳累 想的次数能少一点 一旦闲下来了就开始想 就认为自己心里有病了 但是家人好像是问他 他就觉得 家人觉得他没有病 但是他总偏执地认为 说我这确实可能是有病 心情很低落 整天胡思乱想 就想一条道跑到黑 他想自己去治疗 觉得现在生活都没有什么味道滋味 感觉不奇妙了 有的时候想做出轻生的行为了 拿着自己的积蓄 到咱们实际医院来求治了 所以说强迫症 为什么一开始是单纯性的 后来就引起啥呢 因为他无法接受这种痛苦 怕脏 强迫思维控制不住 而且这是影响工作 影响生活 最后才导致焦虑 不想活自杀 我插您一句老师 就是刚才他说到一点 说家人认为他没有病 是不是强迫症 他的表现不是那么明显 也明显 所以说他家人 对他不理解 为什么不理解呢 就是说他做什么检查都正常 你说你思维正常 行为正常 你为什么就非要想那事呢 我们就不理解呢 家里对强迫症的思维 对强迫症的了解不够 而且他本人没得上 得上他之之痛苦了 所以说强迫症在临床发病率 越来越高 高到什么程度呢 有的往往的孩子从小教育 受到父母的影响 在60% 父母从小就干净利索的 把孩子从小就引诱的那种 生活那种洁癖 没有他这种思维就狭窄 像他这个情况下 父母不承认 有父母的道理 病人的痛苦 折磨有病人 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父母什么角度呢 就是说孩子 你看我这孩子 各方面外表上也没有毛病 检查也没有毛病 他为什么要这么去想 这么做呢 而他想的事也不是真的 也不是现实 为什么呢 就是不理解 所以说这就要说到啥了 正常和不正常的一个思维了 那么这种正常的 和不正常的一个举动 在临床表现也是极常见的 那么有许多 前两天来一个医村的 就是一个 这个男性 十年前患有外伤 也就是说生活的一个过程 后来就出现脑袋思维 我为什么要出现车祸呢 我又为什么生在这个家庭呢 就是忘不掉 什么叫你出现车祸 什么叫你就生在那 还有一个说 我为什么这一辈子 这一生中就姓李呢 我们为什么就缺钱呢 等等就说 强迫的是万物的 他这个思维领的 就是一个控制不住 也就联想到一个 人体的技术水平地质 的失调一个过程 那么无论从哪个角度 表现异常 那么强迫症都是这样一个 希望他自己呢 就是走脱出来 他自己坚强很 一直很坚强的人 反而不像抑郁症 有时卡下严重自杀了 强迫症自杀率很低的 那么强迫症不好在哪呢 如果要发展长期的话 就是分裂症 发病率是极高的 那么抑郁症和 其他的症状 焦虑症呢 很少容易发展到 那个精神分裂症 所以这里有一个 实质性区别 他为什么能 发展到精神分裂症呢 因为他就这个 强迫思维 总是在纠结 做斗争 你像他不想的事 不想的事 他不行啊 他控制不住的 那么还有一些人 强迫洗手 强迫关门 强迫 那个 关抽签 来回拉抽签 有的关门 有的穿鞋 有的穿衣服 现在特别是 你们看到有些人 在大街都可以看到 强迫症 关车门的 他没没了地给他关 车门到底 锁门锁 看五六遍 才能回 才能查到 这就是一个强迫症 还有一点强迫症 细微的动作 他自己穿白板的 很干净的 而且到他家以后 也是非常干净 把那个衣服 洗得也非常透亮 哪管你碰一下他衣服 回家马上偷就换 他的衣服 家里创单 而且他家里 所有的固人固乡乡 反复地搭动 没完没完 从柜里搭动 从装置 没完 一天什么也不干 就是这样一个 还有一个 在银行纸员 他查钱 回家也查 在他银行里查 工作有时候还不耽误 但只不说 比正常纸员 多查两三遍 那么领导 当时也发现不了 说这些人工作挺好 挺细致 实际上他是强迫症 他也在引着痛苦 手插两面 手插两面 一直在克制自己 也是这样一个强迫症 所以强迫症 强迫症在临床表现 是千奇百怪的 那么还有一些人 强迫症非常有意义 有些人强迫的思维 就在出对象 情感的时候 看一眼以后 脑子就是忘不掉了 说我还不喜欢 我也不爱他 我脑为什么就有 这个人影像呢 最后发现了什么了 分裂症了 发现了什么呢 一分裂症 天天地跟踪这个女的 这一女的还不知道 只要他看着她 一眼 啥都正常了 但能辞职到 两小时 一小时 但每天他也不工作了 天天到一家门口 或到一单位 看一眼就完事了 是这个女的 依然不知道 背后还是接着她 她看着 所以这也是一种 感情性的强迫 所以强迫在临床上 患者其实是痛苦的 那么要不及时治疗 影响家庭 影响工作 影响各个身体的状态 还有一些人 你看他穿衣服 特别是带假楞的东西 衣服假 或者带鞋尖 或者说裤腿的边 或者说家看刀印 或者说门锁的等等 总之是千奇百怪 表现异常 还有一些病人 表现就是查树 他查电线杆 走路查电线杆 还有查车号 追着车 撵了查后边的几个号 必须得查到 我说你不查到怎么的 他说我不查 我去想死 我必须查到以后 我心里舒服 看书也一样 反复翻 翻完以后就是这样 所以说 心里一种安慰 叫精神一种渴求 这里就需要一个什么呢 需要一个鉴别 心里障碍 还是强迫障碍 还是强迫 引起精神分裂症 还是精神分裂症 引起包括强迫的症状 所以这里需要非常复杂 那么有很多患者打电话 说我家确诊了 就是强迫症 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 做个医生 你打个电话 就给你解答了 或者说你买药 有需要了 我们医院做个医生 宗旨是这样的 必须见到病人 给你详细诊断以后 然后再给你药 我也希望你理解 病人打电话 说医生 你怎么不给我优药呢 不是这样的 我怕优错了 不好使 影响了你的经济 影响了我名誉 这样都不好 所以说 做个医生 要有个道德 职业观的一个问题 也希望患者 我也理解你的心情 希望你到予来 详细来检查 这样的 详后博士提示您 一 强迫症是最常见的神经症之一 它可治疗 可恢复 二 强迫症需要在精神科医生的指导下 服药治疗 症状缓解后 还需要坚持不用一段时间的药物 不可自行停药 配合心理治疗 对于强迫症的恢复 效果更好 三 早发现 早诊断 早治疗 有利于减少病痛 及早康复 你有过反复洗手 反复锁门 或是反复做其他一些事情的经历吗 您可知道 当您反复想一件事 或是反复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您可能患上了强迫症呢 那么强迫症究竟是怎么回事 怎样才能知道 您是否患上了强迫症呢 别着急 本期明依在线 中医学博士后 赵永厚将做个演播室 和您一起聊聊 强迫症的相关话题 欢迎收看 估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应该有一些人的家人 有这样类似的这些症状 可能有对号入座的情况了 那我想问您的就是 如果说电视机前 有一些病友 他是这个强迫症 那到咱们医院 应该进行怎样的具体治疗呢 首先就是我强迫症 首先分治疗的有两个单元的 你是强迫动作 还是强迫思维 它就不一样了 那么强迫呢 动作和思维 这里还包括什么呢 你强迫的是感情的事情 还是家里的事情 还是工作的事情 是哪方面的 所造成的 治疗的方法也不一样 我们大体的方法是这样 如果在患有强迫症 近期的 一年之内的 或两年左右的 这种情况的 轻度和中度的 我们采取的回家治疗 就是给你开上药 开什么药呢 开取中药 成药 胶囊 水丸 还有膏药 这是一个中药治疗 我们这个中药 你看你中医辩证 属于哪个类型 就是一个 第二个 配合呢 就是物理治疗 物理治疗脑波治疗 第三个 我们采取的方法 就是针灸治疗 就是说回家可以去治疗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是轻的 另一点就最好 配一下心理治疗 看你这个疙瘩 到底在哪 是吧 你那个压抑在哪 这个结解不了在哪 也有的人呢 就是强迫得到 什么程度呢 晚上 就是他睡觉挺好的 一到晚上 黑天的时候 完了 我今天就睡不着觉了 他自己呢 把自己的思维 锁上了 每天都这样 实际上他开始吃安眠药 实际上不是说 你睡不好觉 是你强迫思维 把你的睡眠中枢锁上了 这是不要治睡眠的 要治疗你的强迫思维 那么实际上是一个强迫思维 那么强迫动作也一样的 强迫洗手 强迫洗东西 强迫擦地 我们这样的情况 必须住院治疗 所以说住院治疗 就比较综合的一个方法治疗 看你那个 我刚才说了 你这个强迫的一个动作 是哪个动作 是洗东西 还是洗手 还是穿鞋 还是来回关门 还是伴随精神症状 就是伴随焦虑 抑郁 恐惧 这情况必须住院治疗 住院治疗就采取了一个灵活用方法了 灵活用方法就是说 你在住院这些天当中 我们随时可以给你调药 不像你回家带药 十天打个电话 汇报病情 我们告诉你怎么调药 在住院当中 我们随时随地给你调药 因为有几十种药物来治疗 所以说他俩有十种不一样的 那么疗效相对来比较 还是住院比较快 比较理想 对 比较理想 赵永厚 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您 如果说家中有亲属或者朋友 能对号入座的 也可以像赵博士 跟您推荐的方法一样去做 好 又到我们短信平台的时间 来看一下这位病友 他发来的短信 他说赵博士 您好 我是一名强迫症患者 主要是想的事太多 觉得脑子总也闲不住 而且有一段时间 脑子里只想那么一件事 做什么事很追求完美 那没做好 就总想着那一件事 最近又发作了 表现是这样的 很痛苦 他说我买了一部手机 是纸宝手机 因为总担心这手机没关 因此他总看 那一会儿就想看一下 一会儿就想看一下 很后悔 为什么没买这个 翻盖的手机 类似的事情特别多 不胜美举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 我建议两个问题 你这个 他这个情况还不重 就是单纯买手机 当时他买之前 他有一个心理一个解 买哪个呢 买哪个他都是后悔的 是这样 因为他都是这样一个心态 他这个人做事情 比较一种完美 第二个问题 他做是不果断的一个事 一个人 这种情况是造成 那么他不买收盖和不带盖盖 都是会后悔 那怎么办 那么俩你都买了 马上就完了 这是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 那是干脆 手机断了 都不要带手机 这是一种 强迫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强迫症 在临床极其可怕的事情 就是说不单纯是一个手机 它可怕就是刀印 其实有人看家菜刀 害怕恐惧 有的在临床 我有一个这样一个病人 看了刀以后 拿起来以后 就把自己手就剁下来 这也是强迫的 这也是强迫的 为啥 它多完舒服了 心里明白 它就觉得这个刀 就是用来做这个 对 这个刀 我虽然是恐惧 我害怕 但是我强迫 看了以后 对完以后 它一种强烈的精神 一种满足 但是不是分裂任何 数据性的 这叫 我虽然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 我虽然是不一样的 那种强迫的 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虽然是不一样的